好,那我們因應前面的動作 好,我們前面呢,上一個章節的動作是做了兩個Storage 我們的一個空間 好,那我們的存放裝置是不是放在LAN上面 對不對 好,這一個呢,放在我們的Storage上面呢 我們新增一個LAN2或LAN1,都不廣 它是透過網路連到外面的另外一個裝置 那中間這個網路就很重要 好,中間這個網路 那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現在呢,這兩個磁碟 它怎麼去連線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像我看一下這台86,點這台86 你可以按右鍵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86裡面的網路 我們來看一下86裡面的網路 它是有一個VM Network 叫個86 我們先點主機 對不對,不是點這個網路 點這個主機 主機裡面的網路 它有一個VM Network 它是一個標準的網路 裡面有三個虛擬器器 有兩台主機 好 好,87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針對這個VM Network 對不對 它兩台主機是什麼 這兩台主機裡面都有一個名稱叫VM Network 你要反向去看 因為它們現在是在重機裡面 重機裡面是看一樣東西而已 所以你看看這VM Network裡面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它 這裡面的功能 像主機、虛擬機器 對不對,就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用另外一個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用另外一套 它的VSWR也可以 他們在 基本上這個畫面比較OK 比較OK 好,也是Web Canine 好,就是Web Canine 好,就是Web Canine 好,我們來點一下畫面 點到這邊來 好,我們前面呢 好,讓各位已經建了一個 兩個Storage 好的一個磁碟 然後讓我們這邊可以去連線 使用到這兩顆磁碟 那各位要想說 這兩顆磁碟它現在怎麼去連線管理 好,基本上呢 各位要去注意說 這兩個磁碟 它連到是這個Storage上面 那當然它會有一個網段 那我們目前呢 所設定的網段當然是全開 你只好這個地方抓得到 那沒有問題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呢 這一台機器 它應該要放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VLAN上面 跟我們的位置呢 跟我們實際上的位置 要做一個分開 那分開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怎麼做 各位你要想想看就是說 現在目前怎麼去抓那兩個磁碟 就連線Storage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先找一台我們的主機 這台主機 然後呢 點選 點主機之後呢 這裡點設定 點設定 如果你在HTML也是一樣 點主機之後點設定 好,那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交網路 設定裡面有一個網路 看一下虛擬交換器 好,裡面呢 我們有兩個虛擬交換器 一個是Vswitch0 那這0呢 是內定的 它一開始就幫你加了 那我們用內定的這個來看呢 你點一下這個內定的 對不對 底下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是VAN kernel 一個是VAN network 兩個呢 一個是做什麼 有IP的 一個是放虛擬機器的容器 用這樣來看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們呢 到WebKnight這邊來看一下 一樣 你可以點原來的地方 一樣點虛擬交換器 點一下Vswitch0 這邊它有圖形介面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這個是叫VAN kernel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核心 它叫連接鋪 那底下呢 是一個群組 群組的意思呢 這是一個名稱 它可以放虛擬機器 也就是說說 你看這裡我們放兩台虛擬機器 所以虛擬機器呢 是放在這裡 透過這個通道連出去的 那 這個VAN kernel呢 它是一個連接鋪 就很像一個網卡一樣 這張網卡是通道 連進來之後呢 它會找裡面有沒有IP 這個就是IP 它會透過這個IP 對外去連線 管理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 這一個Kernel有什麼功能 就是依據你所設定 那一開始設定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我什麼都沒做 我連Storage什麼都可以連 那它走的網路是從哪邊 就是走這一 這一個位置 這管理的這個位置呢 管理的這個POR VAN kernel的POR呢 它透過這個通道 就會去 第一個 可以管理這個畫面 管理我們的虛擬機器 第二個呢 它會去連到 透過這個實體介面 列出去 然後呢 連到那邊管理你的 我們後面 你所有關連到的Storage的部分 就是後面的這邊圖層區 介面卡的連線的時候呢 也就是透過這個 資料傳進來 是不是傳到虛擬機器在跑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的管理介面 跟你的資料傳輸 是用同一張網卡 這樣了解吧 也就是說呢 這張網卡呢 會比較慢一點 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後面介紹到呢 如果我們機器在做移轉的時候 它也是用這張卡 那這張卡呢 在做虛擬機器移轉 又在做我們的資料傳輸 有沒有 都是透過這張卡 因為內定值 它要讓你能夠連線 所以這一個Management的功能 包含了所有 當然呢 還有不包含某些東西 但是呢 最基本的東西 你不覺得的時候呢 它是包含住的 當然在Vmotion的時候 搬移的時候呢 這一個是不能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Management點它一下 點這個Management 點它來連線一下 看看它的畫面 這裡有一個 看一下IP這邊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邊呢 我們點編輯 它這邊呢 是沒讓你看的 是讓你看資料的 那 這一個呢 是不是在一個名稱 叫Vmkernel 對不對 它的名稱是Management Vmkernel的部分 那你可以點這裡 一個Vmkernel的介面卡 好 點介面卡之後呢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我們的標籤 是不是Management功能 好這個Management功能呢 你去點一下編輯 好 那你底下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些 這些是它的一個說明設定 有沒有 你設定什麼內容 這邊看一下 對不對 它的標籤 識別這些 這些說明而已 IP的設定 好 原則 好這些 好那你看一下 你點一下這個 這個Management Network這邊呢 按一下編輯 好我們針對這個 Vmkernel 我們可以去設定 它有什麼功能 因為呢 我們勾選了它 是一個管理功能 所以呢 這張管理 包含了我們的 storage的連線 好的連線 好所以說呢 這個部分呢 當然要管理這個介面 要有這個管理的 當然前面這個名稱 標記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你可以改任何名字 但是呢 你要勾選這個 啟用的服務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下有沒有 Vmotion 固件 4Torrent 像這幾個就是說 它有特殊功能說呢 你可以獨立一張 Vmkernel出來 讓它做獨立的網路 透過獨立的通道 去執行這些功能 而不會跟你的管理的網路 有沒有 做連線到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裡呢 我們先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把我們的 Storage的部分 做一個獨立通道 讓它去獨立 直接透過 某一張新增的網卡 讓它去跟我們的Storage 做連線 資料傳送 而不要經過我們的 管理的這個POR 好這裡呢 我們來先 首先我們來開到我們的 Wallstation主機 我們要連到主機 這個當然來講說 我們這台主機 我們新增了一張網卡 當然網卡 你要至少要很多張 那我們先開到我們的 Wallstation這邊 把ESRA 按右鍵做一個設定 那在實際的環境裡面呢 你是新增了一張網卡 好那這裡呢 我們呢 有 1234 四張卡 我們再新增第五張 好我們來新增 我們來新增 然後這第五張呢 我們把它設定到Pridge 好設定到Pridge 記得喔 好了之後呢 按一下 OK 好 這樣就好第五張 所以第五張呢 所以第五張呢 在我們的 VisualHeal裡面 ESRA所看到的 是叫VNNIC4 對不對 來 ESRA一樣來新增一張網卡 我們兩邊同步 好一樣來新增第五張 Pridge Pridge 按一下OK 好 當它設定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 管理介面檔 好 管理介面呢 這邊就可以點一下你的實體介面 這邊你可以看到 好在我們的 HTML5裡面呢 也是一樣 按一下實體介面卡 這張卡呢 按一下重新整理 01234還沒跑出來 好 可能要登書登錄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 來 那你看不到 對不對 我們現在目前那張網卡 實際的環境我們是機器關機 裝一張網卡在開機 所以它會去抓得到 好 那我們是用模擬環境 所以呢 我們到ESRA裡面呢 登錄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F2 F2 輸入一下 好 輸入密碼之後呢 我們呢 到我們的 我們的 主態 我們的網路 我們的網卡 再上一層 RESTART F11 F11 OK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網卡有沒有出來了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我真的不行就要重開機了 好 我們針對前面所介紹到 然後 剛剛要連線的部分呢 我們要網路卡新增好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來看一下 我們原來的 這個 我們點一下 主機 再點我們的設定 裡面有一個 虛擬交換器 點一下它 你可以點一下虛擬交換器這邊 點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 Vswitch0 跟Vswitch99 99 99是我們上次在單機的時候所建立的 好 那這個0呢 是內定的 好內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內定的 你點它之後 你可以看到呢 它會有一張網卡 當然一般它都會用第一張網卡 來當成你主要的 介面 就是你第一張 好 第一張的部分 那呢 它會給你新增一個 Management Network 這樣的一個 VN kernel 那這個Kernel 是屬於 連接鋪 類似一個連接鋪的網卡的意思 那通道的 連到這個通道 這個連接鋪呢 能夠設一個IP 等於是一個點 一台電腦 就是有一個IP的位置 當連到這個IP的位置 就會連到這個管理 那這個管理呢 它的程式裡面呢 應用程式功能呢 就是可以管理我們這個界面 連線這個界面 透過呢 連到我們這一台機器 ESIA的IP 管理的IP 那這裡呢 VN Network也是它內定的 那我們前面也有介紹過 這樣的一個部分 讓各位了解到 用圖形介面 你可以這樣比較容易看得到 它的一個連接方式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個VN kernel裡面的 這個Management Network 這裡面 我們可以點一下這個VN kernel 點一下它 裡面呢 我們從前面那邊 這裡你就可以先去看說 這個是 名稱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到 介面卡這邊 VN kernel的介面卡 我們可以呢 找到這裡 有一個名稱叫 VN Management Network 這個名稱 它呢 裝置 這是它一個幫你建立的一個名稱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名字 就是它的標籤 然後呢 它是放在什麼地方 它的IP是多少 然後呢 IP TCM的堆疊是什麼 那這裡呢 我們點一下這個Management 點它一下之後 按一下編輯 這上面有一個編輯設定 點一下它 好 從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呢 它是一個叫管理 對不對 它可以做管理的動作 所以呢 透過這邊進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在這邊做管理 管理到這個畫面 那當然 在VNware裡面 它設了一個叫 當我們的網路卡的介面 實體網路卡連接進來的VN kernel 有幾個設定選項 在這邊 VMotion 表示呢 這裡的意思呢 各位再回過頭來看這邊 這個意思說 這裡呢 當我的使用者 透過這個通道連進來 不管是連Storage 或者連使用者 對不對 連進來的時候 這一張網卡 它透過VN kernel 能夠做什麼事情 那在這裡底下呢 也是一樣透過這張實體網卡 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有兩台虛擬機器 對不對 這台機器呢 要移動 要移動 從這一台 86 要移到87 對不對 所以呢 它移到87的VSwitch 0 它不是看這個管理界面 這個管理界面 是另外一個功能 然後它會轉移到87 在87的時候 它也會找到那個名稱 叫VN kernel 所以呢 它到87的時候 會找到這個位置 然後來放 放入它另外一台虛擬機器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邊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VU到86來 我們找到86裡面的 另外有一台機器 點到86 再點回來 好 點到VSwitch 0 好 我們來找一台虛擬機器 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把虛擬機器點開來 好 如果我這台吸 我們現在先不管它開機關機 我們在吸這台機器 我要把它移轉到87來管理 對不對 那首先一定要確定一件事情 這台機器是要放在Story上面 不是放在本機 這樣知道吧 放在本機移不過去 好 再來呢 你必須要接放在我們的VCenter裡面 而且要加入到我們的Cluster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如果說呢 Reach C 我要把它移過去 對不對 C是不是在這裡 好 不要用C好C 有一個是Temp 好 C在這裡 對不對 我現在是不是點到C了 然後呢 你看一下是按右鍵 按右鍵 按右鍵 針對這台C 這台有點問題 我們找 1好了 看一下1齁 好 我們用1 我找1台 那這個1的方向是在87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反向過來做練習也是一樣的意思齁 你就只要找一台虛擬機器 後面沒有訊息的話 它是沒有連線的嘛 然後我們現在找一台有連線的 好 這台呢 它原來位置在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摘料裡面看到 它是在87裡面 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移到86 所以我要按右鍵 做一個叫做移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移轉 移轉 點一下之後 好 這個移轉呢就會牽扯到我們有一些網卡 跟我們的網路會有關係 所以呢 現在我們來用這個幅模型給各位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呢 有幾種模式 就是說 變更計算支援 變更儲存區 還有什麼 兩個同時變換 變換 那 變換計算支援就是變換我們的虛擬機器 好 支援儲存區 就是把位置移到別的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 我位置不變 我要把虛擬機移到86來管 我們就選第一個 按下一頁 好 好這裡呢就讓你選主機 對不對 這裡面呢 你看87裡面只有一個87 我們來看一下 重機裡面 沒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87你看 它只有選擇一台主機 你們有幾台 你們有幾個 一個 有人有兩個 對不對 有人只有一個 來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這邊等下驗證跑完 這邊只有一台機器而已 我的目的要把它移到86去啊 但是87 所以我們要來檢查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怎麼要取消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回到87的這個地方 87的位置 裡面一樣選設定 這個會移屍掉 然後呢 我現在用HTML5來看一下 87連到我的設定裡面的 面圖的網卡 這是87的 裡面的management 我按一下編輯 好 看到了沒有 那邊跑的比較慢 沒關係 當然可能要重新登錄一下 你看我連到我的87 這一台 91.87 你剛剛是不是看到那一台 有的名字跑出來的 VN 我們現在找87裡面的設定 裡面的介面卡 VN kernel介面卡 看到裡面是不是有一個management 對不對 好你點它之後按一下編輯 當然底下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堆疊 以啟用的服務 有沒有看到 它啟用哪些服務 是不是所有的服務都被打勾了 那你這邊看不清楚對不對 來沒關係 我們點這一個management 按一下編輯 這一個連接鋪的內容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VN kernel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management 它是不是123456都被打勾了 你的有沒有打勾 你有沒有 你知道沒有 好 這個被打勾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取消掉 我們看到86 裡面的VN kernel裡面的management 好一樣按編輯 它只有打勾一個叫管理 好 那你可以想想想到的是說 這一張這個VN kernel呢 這一張網卡只能做管理 另外一個87裡面呢 它那張網卡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齁 你今天要翻移也好 就是有一個翻移的通道 你要把這個打勾 好那你看一下我把86這一台機器的 VMotion 把它移轉的這個VMotion把它打勾 這是在86的management裡面喔 對不對我把它按一下OK 是不是86的打勾了 好有看到它這邊啟用的 是不是以啟用的服務 VMotion跟管理 好87裡面呢 你看看這邊 是不是VMotion也有打勾 管理站也有打勾 其他我們先不管 對不對 都有勾囉 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就回到rich01 按右鍵 做儀種 計算資源 按下一步 好剛剛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Storage呢 除塵裝置呢 沒有連線到 我們現在重新連線成功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就做一個搬移的動作 然後再解釋一下網卡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檢查一下這台A 有沒有 richA 它是放在LAN001 這個LAN001呢 是放在Storage上面 那rich01呢 它是放在Datastore2 這再放在本機上面 所以它不讓你移動虛擬機器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richA 我要去移動的時候 按右鍵 我來去移走 好我要把虛擬機器的計算資源要移動 所以我選擇第一個 好 你這時候可以看到說呢 有86跟87 那我們現在是在86上面 我們現在移到87對不對 我們就選87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相容性檢查成功 表示說你可以移動過去 那我們來按一下下一步 好 那移過去的時候呢 它會問你啊 你要移到哪一個 VNA 哪一個群組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來源的網路 目的的網路是都一樣的 如果你有不一樣的話呢 你要去選 好 那紀元上呢 是不是要一樣 對不對 不一樣你就要再選一下 那這個是因為手動 它讓你選 如果自動就沒得選啊 移過去找不到就找不到 不要不知道吧 來 那我們按一下下一步 好 這邊就檢查了VNA之後呢 好 按一下 Finish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虛擬機器呢 摘要 它在87 有沒有 它會移動過去 對不對 剛剛從86移過來嘛 對不對 現在是移到87了 對不對 那現在是在87 我們來移動 再移回去86 好 這邊就移過來了 今天這個虛擬機在移動的時候呢 兩邊移來移去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透過它的 這裡面 如果說今天我們講說 這台機器 86 設定裡面的 網 網卡 它裡面有兩張網卡 應該有兩個路徑 它會透過Manager門那邊來點 那如果我要把它獨立開來 移動的時候獨立開來 那怎麼辦 好 那如果我們用了這個畫面來看 這個0 它們移動的時候呢 都是要透過這一張 那我如果要把它的一個功能 它的移動的 另外一張網卡把它拿來用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的做法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要來新增一個Vswitch 再來新增找一張網卡 然後呢 再新增一個VM kernel 給它一個IP 有沒有 讓它能夠移動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怎麼樣去新增 那我們透過 我們的HTML5來新增 然後呢 現在WebKnight這個畫面可以來觀看 如果那邊呢 比較不清楚再透過這一個畫面來做 好我們在86這邊呢 我們就去新增一個虛擬交換器 我們要新增一個VM kernel的網路卡 然後它可以做這些事情 這個是群組 就是一個Pole 知道嗎 這是一個Pole 就是要放虛擬機器用的 然後這裡呢 不要給交換器 虛擬機器的連接 部群組 對虛擬機器的連接部群組 那這邊呢 是可以做一些主機的一些流量 有沒有看到這些 對不對 VM kernel呢 可以處理 V所有的VMotion iSclash NFS這些呢 的流量 好按下一步 好我們呢 這邊 現有的網路是要讓你去選取 對不對 那沒有 那我們要去 新增 有沒有 一個標準的交換器 好按下一步 好 我們要給它一個網卡 網卡呢 你要去選 加號 加號這裡面呢 我們剛剛是讓各位新增的第四 第四片 第五片 第五片 第五片沒有跑出來 來我看一下齁 好來我再做一遍齁 來新增 好我再做一遍 先不用做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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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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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新增网路 好,一樣 vm kernel 網路卡 標準的 好,一樣新增 第四片 好,按一下下一步之後 一樣這裡把它改個名字 1 vmotion 然後一樣我們選擇 這個 vmotion 按下一步 好,這是一個警告 它只能將對vmotion 流量停用這些介面卡 預設的 與這一個服務 同一個設備將會預設把它停掉 也就是說呢,你預設我們是不是有一個TCPIP裡面 這個警告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警告就是說 預設的TCPIP堆疊 擁有vmotion的服務 對不對 同一個設定vm kernel網路介面卡 將會把vm kernel 新增到這個位置 這個告訴你說 我現在呢 把這邊呢,告訴你是 我原來的這一張 vswitch0 vswitch0 這一張 它裡面呢 已經勾選了vmotion 對不對,我要把它停掉了 知道嗎 因為你勾了一個優先權比較高的 專門給vm kernel來使用 所以呢 你在87這邊再新增一個 虛擬交換器 再回播出來 好 我這邊勾設定 因為你不是設定的預設 你是設定的專屬 所以這邊的勾選之後呢 是專屬再用 好,下一步 好,4 好,我們來設定IP 110.10.20.2 好,第三碼這邊齁 你要記得用你的座號 好,按完成 好,switch1 就跑出來了 那你可以來看一下呢 我們前面的所 新增的vm kernel裡面 這個management 好,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啟用值 對不對 裡面有 我們再按一下編輯 management的編輯 它裡面的vm kernel是不能勾的 因為你已經被 剛剛switch1 那一個vm kernel 給站走了 因為呢 它用了一個叫做專屬在用的 剛剛對吧 好 好,那這樣之後呢 我們回到我們的web kernel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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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是連到87 對不對 這台連到86 好 我用這樣給各位看 好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今天 這台機器裡面呢 是不是還會有一個vswitch0 裡面有一台虛擬機器 他們兩邊要傳輸的時候 就透過這一個位置 連到這一邊的這台位置 有沒有 會連到這一個IP 有沒有 在這一個兩張網卡之間做一個vmotion的傳輸 就是用他們專屬的網卡來傳輸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vmotion的部分 那 我們呢 已經設定好專屬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喔 這一台機器 對不對 我們來搬移 看能不能移動 我們來移動 好 我從這邊的86 裡面有一台機器 對不對 好 好 Reach A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在什麼地方 它的儲存區呢 我們來看一下 Reach A的儲存區 好 它方便來run1 對不對 好 我們針對呢 這一個呢 Reach A 我們按右鍵 比如說移轉 好 移轉呢 我們針對它的計算支援移轉 按下一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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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跑比較慢喔 這個移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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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一定是你的實體IP 它是你 這個連接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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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把兩台機器呢 是開機的呢 是開機的狀況之下來做移轉 而不是關機 對不對 剛剛我們做的是關機器來做開機 好 我們兩台機器呢 已經開機起來了 我們是開機的狀況之下 我們針對REACH A來做移動 我們要把畫面稍微縮小 放在這邊 好 A放在上面 B在下面 那兩邊剛好重疊一點點 然後可以看到它最底下這邊就跳 好 這個畫面呢 我把它移到這邊來 好 這兩台虛擬機器 都在負屏當中 我們針對這個REACH A按右鍵 來做移動 好 我們現在呢 變更計算資源 好 本來是在86 對不對 好 它是在86 沒有 在87 對不對 本來在87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把它移動到86去 好 來 移到86 好 下一步 好 一樣 位置都一樣 下一步 好 這裡有沒有看到 以最高的優先權 就是說讓它移了 會更快速的完成 然後延長它這個呢 排層的正常就是移 正常的 那慢慢移 這個是慢慢移 這是比較快的 好來移動 好它現在正在做移動 看這邊 好你看它呢 它拼的 時間是變長了一點點 有沒有 11ms 1ms 一般都是1ms 對不對 好但是是不是還是都在連線當中 好 變長了一點點 對不對 但是還是還是連線 你等它跑完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呢 它已經做到快要無痛 知道吧 無痛移轉 但是呢 它的時間會變長 這也是 11ms 27ms 對不對 就會變長 時間就會變長 兩邊在後邊 那如果以像我們這樣的 正部長的情況下 都是1ms 就可以變到了 很快的時間就變到了 對不對 它時間會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呢 它現在至少是沒有掉風包 知道吧 沒有掉風包 好 這個部分是在移轉什麼 我們的虛擬從86 移到87 對不對 好那你來看一下呢 我們針對這個reach01 我們原來是在 DataStore 我們的一個本機上面 DataStore2 我們現在移到浪兔裡面去 我們來看看 移動 磁碟 我們的檔案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好我們針對這個 按右鍵 這個有沒有 比起01按右鍵 把它給我移總 好 移總的儲存區 好我們原來浪外 已經有用過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到放到浪戶裡面來 好按一下下一步 好按一下完成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底下會有一些訊息 執行的畫面 那你可以來觀察一下 這邊的pin 有沒有 pin的動作 好他這邊後面呢 把我們的檔案 把我們的檔案 Copy到我們的Store上面去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網路呢也稍微變慢了一點 他們pin的速度 好變得時間 拉長一點點 但是是不是都是能夠在一個 好 範圍時間內都能夠完成 好他不會掉光包 對不對沒有掉光包 好移總完成之後 又恢復不到 你可以看到最後一筆時間 是143min 對不對 最後一個時間比較長 這是本機嘛 去pin另外一台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台回應給到時間 對不對 那這邊是這一台去pin的 有沒有 在前面的時間 所以你在這樣的一個測試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樣的機器在移動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說 這樣的機器在移動的時候 基本上呢 它會變慢 變慢 那也就是說呢 它在移動當中 網路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說呢 你看我們已經把我們的 VMotion的一個網段 網路的流量專屬了 我們從另外一個畫面來給大家看 我們專屬了一張網卡 專屬了一個 我們的一個 像這個呢 在VMware裡面 它把它稱之為連接部 VM kernel的連接部 我們給它一個專屬的 而不是共用我們的管理介面 在這樣希望大家在移動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是獨立的 一張網卡來移動 有問題就是你這邊在移動 但是呢 平常的時候是不是一樣 有機器在做pin的動作 pin的動作不是走這張網卡 它是走哪一張 因為心理機器是不是放在這裡 各位看一下 心理機器放在這邊 知道吧 所以這台心理器出去呢 IP 這台機器裡面有個IP 是透過這張網卡出去的 所以呢 我們兩台機器在做pin的動作的時候 現在已經移過來了 這是8687 移動完了嗎 H1在87878786 這邊更新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用HTML5它跑的比較快 只是說沒有圖形介面 那我們為了讓各位了解這樣一個圖形介面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有沒有 這一台A它要出去 它就是透過這張網卡 對不對 那你可以想像說這張網卡接著Switch 在外面的實地交換機有一個Switch 它就接在這裡 它就接在這裡 Switch 然後呢看到初期的時候呢 就是透過這張網卡 然後連這個Switch再透過它網卡 再連進來到這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在什麼地方 這台機器就是這台機器 就實體機在這裡 對不對 這台是E 這台是A 對不對 所以你透過這樣你可以看到說 當這台機器在PIN 是透過它出去 透過我們的交換器 實體交換器 再從這邊PIN過來 有沒有 再PIN到下來 對不對 出去 透過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圖形介面 你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 那如果是在文字介面的時候呢 你要去瞭解說 透過HTML5 我們的圖形介面 文字介面的時候 透過這邊來觀看 你怎麼去看 你要去看很多的資訊 資訊就是它用 它只是要分夜市的 沒辦法再一個畫面完成 所以呢 你這邊點的時候 要去點一下網路再去看看 它走的是哪一個 點主機 裡面的設定裡面的虛擬交換器 這邊再去點 再去看 那這個部分呢 我是要讓各位了解說 我們的虛擬交換器裡面 它的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連接部 是VMotion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一個地方 好 我們看看怎麼去處理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Storage的部分 資料在傳送 後段的資料在傳送 我們要選86這一台 我們來看一下儲存裝置介面卡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我們的一個軟體的IS- 這是我們的iQN 你點這個軟體的時候來看一下 來往上移一點 把這碗移下來一點 你看一下這邊 這一張 軟體的iQN 軟體的模擬的介面卡 是在走我們的Storage的部分 出去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這一個假的網卡 但是呢 在它的一個 這個ESRI你的實力機裡面 它是算一張網卡 它進來之後 它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 網路連接部的細節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所以呢 它會用什麼 它使用的是我們Management 那個部分去跑 你這邊可以按一下新增 有沒有看到 新增 看一下這個新增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張Management 可以讓你用的一張網卡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但是沒有一件事 我們原來就在跑了 對不對 你是不是用這一張 是不是就一樣用這一張 沒有這種的意義 對不對 那我們講說 第四這一張 有沒有 第四這一張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VMotion VMotion在這裡 都是一樣是一個VM kernel 在這裡是一樣不能用 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新增一個VM kernel出來 那你要做一個VM kernel 給我們的專屬網路卡 然後來提供給我們的 這一張 軟體模擬的 Itskashi網路卡來用 那我們後端就會去 直接抓我們的資料 這我們的Storage 這個部分在這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軟體 選擇主機 儲存裝置介面卡 選擇軟體之後 這張軟體的介面卡 看看底下 是不是有內容 裝置 路徑 對不對 動態這些都是去找的位置 然後你來看一下這邊 有一個網路連接 鋪的細節 這個就是在新增 我們的一個專屬 跟剛剛那個VMotion 是一樣的 懂得意思嗎 VMotion 是不是放在外面 但是呢 我們這一個 Itskashi在用的時候 你雖然新增一個VM 你要放在 還要再選 再做一次選擇 針對這張Itskashi來選擇 讓這張 有一張網卡 就是VM可 能夠把它勾進來 但是你看如果勾這個 當然是怎樣 是跟管理介面一起用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是要用這一個 要懂意思嗎 好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來新增一張介面卡 放在這邊 就是讓它的 跟我們Story在連接的時候呢 用專屬的介面卡 好 那我們呢 前面這邊 我們先把它介紹到這邊 我先去看 我們先把握頭 走這邊 我們先去看